感謝神 也希望你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在今天 充滿感謝 感謝我們的神 我們等一下的師哥會有慢到快 在信靠每一句依序 因為這是我們基督徒 這麼大的盼望 所以讓我們能夠在信靠每一聲當中 一起來見拜我們的神 好 我們會做一句起立 好嗎 好 讓你們透過 站著 用手 用腳 好 舉手 讚美我們的神 可以 找到你拜託 我們就一起示範一下 示範一下 我不敢 不會 很會 好 我們透過順便 繼續來讚美我們的神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難中 也是患難息息的 一位知道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勞煉 勞煉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 一位所示給我們的聖靈 將神的愛 交灌在我們的心裡 羅馬書五章四道一節 來 請醒我 祝祢是悲鮮 鑽為尊貴 世上心流淚 鑽為笑顏 暖暗身忍耐 忍耐成老年 老年身盼望 盼望不知社會就沒有失望 心中充滿盼望 盼望是眼睛的亮 道路隨其去 你與我同行 心中充滿盼望 盼望是清醒的家 心中充滿盼望 盼望是清醒的家 心中充滿盼望 心中充滿盼望 需要快點聲掌聲 給我們一起來掌背 掌聲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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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時堆一味 煩迴 鎮迴 掌聲鼓勵 鎮迴 鎮迴 笑臉 壯難成人 難以為難成老年 到人生慘慣 慘望不去修圍 準備有十萬 心中破壞慘慣 而不去記憶慣 要不去記憶 落縱 心中慘慘慣 而不去心情流暢 心中被你遇去 身邊衝來慘慣 喔… 心中求太磨 看火是心情流暢 要不去記憶 莫高興 心中求太磨 看火是心情流暢 Extr оно ening. Extr Extr оно ening. 愛情的表 夢最奇距離如我 心中從海的夢 看我心情要求 心到唯一句是 生命中海涼光 嘿 生命中海涼光 生命中海涼光 歡迎大家讚給我們的神 我們走是在第一首詩歌的時候 又快樂 因為知道我們的心情在這當中要愉悅 要愉快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日子 我們的日子如何 力量就如何 讓我們歡喜的往前走 有神的代理 我們能夠歡喜的往前走 說在珠王寺 在詩歌分享會當中分享出來 在惠宗國可以的話 我們一起唱這首詩的 願神喜樂這首詩的 請一首詩歌 悲哲的歌迷 son Female52 SAT 送贊荣耀的军王 我们歌唱 起身奏养 共一大军王 愿万国万邦 起身高声唱 送贊荣耀的军王 这时候我们需要聚首 他没有人生 在冬天雪上 做宝座灵神 我们俯伏敬拜祢 在宣经之地 新神祭耶稣 我们送贊荣耀祢 我们歌唱 起身奏养 共一大军王 愿万国万邦 起身高声唱 送贊荣耀的军王 我们歌唱 起身奏养 圣结神奏养 圣结神奏养 愿万国万邦 起身高声唱 圣结神奏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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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然所有最惠的榮耀 我們歌唱 情深奏揚 奉獻一發君王 願望過萬望 情深奏成長 奉在榮耀的君王 我們歌唱 情深奏揚 神劍神高揚 願望過萬望 情深奏成長 奉在榮耀的君王 願望過萬望 情深奏成長 奉在榮耀的君王 願望過萬望 情深奏成長 奉在榮耀的君王 主耶穌說 不要怕 只要信 來 跟從祂 來跟從祂 每一天我都告訴我自己 父神我要跟從祢 主耶穌基督我要跟從祢 你們每一天都很艱難 在我的心思裡面 每一天都很艱難 願大家都能夠知道 我們是愛著彼此的 天父祢的愛 讓我們能夠 愛著彼此 愛著做人 讓我們彼此的服侍彼此 我親愛的小孩 我要如何向祢表白 你是我永遠的寶貝 我的喜悅從祢而來 每當我有祢入壞 我要給祢全部的愛 不管別人如何看待 是願意明白 這就是愛 天父的愛 心態精彩 讓人明白 自自相愛 天父的愛 永不離開 是願世人 都明白愛 天父的愛 天父的愛 心態精彩 讓人明白 自自相愛 天父的愛 永不離開 是願世人 都明白愛 我親愛的小孩 我要如何向祢表白 你是我永遠的寶貝 我的喜悅從祢而來 每當我有祢入壞 我要給祢全部的愛 不管別人如何看待 是願意明白 這就是愛 天父的愛 心態精彩 要人明白 自自相愛 天父的愛 永不離開 是願世人 都明白愛 天父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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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態精彩 要人明白 自自相愛 天父的愛 永不離開 是願世人 都明白 自自相愛 是願世人 都明白愛 天父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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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貴 天父的愛 天父的愛 祢必須 天父的愛 永不離開 我們請來第一頭訪問 我們在天上 親愛的阿爸父神 因為你風風附附的恩典是給我們 讓我們學著更加的明白愛 我們希望把這份愛擴拆出去 因為阿爸父神 你是給我們這麼多的愛 我們希望透過愛 讓世界的人明白 世界上沒有紛爭 世界上沒有困擾 只要我們多一點愛給別人 相信這個世界會更美好的 這是我們基督徒所要傳揚的主要信仰 阿爸父神 謝謝你 在這麼遠樂的夏天 讓我們在這裡舒服地來做禮拜 來年聽你的話語 我們將今天所有的時間 都交過在阿父神你的手裡 讓你的聖靈與我們同在 讓我能夠感動到我們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們 孩子這麼祷告 奉耶穌基督之聖靈求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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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雅兵里子被占据的 那所以大家在这个心灵上 其实都是非常的要敬拜神 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保罗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 这个是很主要的地方 那你知道这个神庙 非常特别就是 他们那边的建筑 你知道等一下我再给你看 这个建筑是很特别的 他们这个罗马的柱子 都是高 差不多56公尺高的那个大柱子 都是一条一条这样很大 待会有个人看一下这个 那我要说这个地方 那因为这个城里面 他们我说刚刚讲到说 都是五香敬拜 还有他们有很多的邪术啊 这种东西法术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很多的那个名神银憨啊 这个生意他们就非常 就卖这些东西很发达 那很多人因为信奉这个 雅兵里子的庙 所以都在这很多所聚集 所以有些人是用 靠这个寺庙来做生意的 所以他们是用这样来为生 那就是知道说当时的情况 那个环境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所这个教会是这种状况 那这个尹波索教会 那宝博在这个地方 他在这个教会的时间 非常长 那他都在那边传福音讲道 给他们已经大概长达 两六三个月的时间 那他是希望说这些 尹波索这个地方的人 他们都能够听信奉音 那的确在这个时候 真的是有很多人 因为保罗的关系 然后就是愿意信 但是也有因为这样子 然后怎样 被排斥也是有的 那当时的尹波泰 也是曾经在这个地方 护养过这个教会 然后呢 约翰在晚年的时候 也曾经在这个地方 坐趟的种路过 所以这个是 大概是丁弗所的一个 前面的一个背景 让大家知道一下 那我们来看 我曾经在三年前 三年前 那我去过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 就是我去那个土耳其 就是在讲那个保罗的 那个宣教之旅的时候 他去过了一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就是 以复仇教会的那个 罗马剧场 那个真的是很大一片 你们看到后面那一片 有没有 好像是那个体力场那种感觉 那一片啊 可以坐到大概三万人左右 这是一个最大的剧场 那时候我刚好去 所以跟我们去以色列 其实有很多是蛮像的 那个感觉是蛮像的 然后你看 你看这边还有很多 比较多树 这个地方是树木比较多 在以色列那边是比较多 那么多树 这个边当然比较多 好 那我刚刚讲到说 那个柱子 有没有看到 那个 从这边看的话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剧场的地方 这个罗马剧场 你看罗马剧场 你看罗马剧场都是这样半无形 然后有点高度 然后这边有一看前面这个地方 这个是市集 有没有看到这有一条线 看到吗 那就是他们的 就是商品的场所 然后都是很多的地方 然后一个区一个区一个区这样子 所以那个是一条道路 所以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都是由罗马处这样子一直过去 那这个也是很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也是很壮丰 就是壮丰 就是壮丰 不是很壮丰 是很壮丰 也很壮丰 我没有造那么漂亮 如果是那个 这一直都可以造那么漂亮 我们有去啊 对啊对啊 就是可以造那么漂亮 我造不了这么漂亮 我是想抓了 我抓了 我抓了 然后这个地方我有去 这个地方是在 他们这个图书馆 你看只剩下面而已 那个后面的全部都不见了 其实我跟你讲现在看到的都是属于 以下的遗址 那时候的面貌 其实很多东西都已经不见了 你看后面整个都不见了 只剩下这几根的这些东西 只剩下前面这几个东西 可是你看就可以看到的 也是很壮观 所以罗马当时的那个艺术的建筑 实在是让人家非常的非常的 有那种壮观 太文观直了 那一路上那个整片 到这个地方 那是整个广场 我现在都还有印象 三年前我现在还有印象 因为那时候最深刻印象 我这个我就有感觉 这个也是抓来的 也不是我造 我没办法造那么漂亮 OK 这个地方我也是非常喜欢 所以你就知道那些艺术啦 建筑啦 图书啦 文艺啊 所以那个都是非常的这样 都是非常强的 当时的状态 好 那你做出有什么特点 我们说其实他跟那个什么 贝利门其实都差不多时间 就是那个时候写的 都在监狱里面 那像哥罗西书啦 贝利门啦 这些都是属于监狱里面 所写的书信 那其实在这个书信里面 以后所里面 主要是在讲教会 主要是主题在讲教会 那什么是教会 就是我们把被呼召的这群人怎样 大家一起聚在一起 就像我们今天所有的人 你们都是怎样信耶稣的 然后大家聚集在这里敬拜神 所以我们要沉溺这个教会 好 那所以教会是什么 教会就是基督的什么 身体 我们是 我们是跟基督的关系 所以我们跟基督的关系 是很亲密的关系 是我们跟 我们是 教会是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好 那我先讲一下这一个部分 我刚好这两天 前两天 刚好我们的 我们的妇女部有办 就是彰化中卫的妇女部 然后有办事工的生活役 然后就到看西街教会去 那我们全部人在那边聚集 看西街教会 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教会 也是一百多年的历史 那建筑也是很像罗马 住的那种那种感觉 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去到那边的时候 那我就是看到说 其实教会就是这样 大家相亲相爱 然后彼此聚集 然后各个教会 这不是只有一间教会 是所有的教会 大家都凝聚在一起 那其实那个是一个中间的时间 没有办法很多人可以参与的 但是那一天也是不少人 就有两台车去的 所以我就跟着他们去 我这一次去主要就是希望说 因为我跟妇女团 其实每个店人都不是那个熟 那我希望透过这个机会 能够怎样跟他们相处在一起 那可以跟他们陪在一起 我觉得真的是这两天时间 真的就是有差 所以我告诉你们 7月1号我们就要开始报名什么 我们华女堂什么时候要去 9月1号礼拜10月13跟14 所以要记得 我们这两天一夜 也是让我们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 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能够彼此更多的认识 更多的了解 很多时候透过旅游 透过活动 然后透过聚会 然后让我们的关系 可以更亲密 更紧紧的靠在一起 那这个地方也是这样 这也是大家彼此的问候 所有的教会都不再认识对方 但是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聚集 大家越来越认识对方 你知道吗 也很奇妙 说神的恩典都是很丰富的 很奇妙 我去的时候 全部的人 只有我一个是传道 所以传道只有我去而已 我那时候有吓一跳说 一起在5月 其他教会有传道 因为他们来的人不是那么的多 我们教会比较多去 所以我就觉得很棒 就是那个过程 因为他们也少了一个负责 在那个当中 刚好我就补了那个缺 我本来以为我去那边 不用做任何事情 结果呢 就在 要什么 要吃饭的时候要祷告 对不对 给你找传道 然后在车上的时候要带活动 对不对 然后要找导 就找传道 本来他们不知道有传道要参加 结果因为后来他知道传道要参加 就安排工作给你了 所以你看神都知道 你什么时候在补那个缺口 神都知道 好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 我们今天的题目里面 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 保罗写这个书记他说 第一个他就讲到说 我是奉神的旨意 开始要写这封信给大家 那这封信就是保罗写的 那他写给谁啊 我问你 他写给谁 礼服所的圣徒 对不对 那这些圣徒里面 也其实他也不是只有 就是那地方的 那地方的人不是只有写给这些圣徒 他说他写给什么 有在基督耶稣里有中心的人 所以啊 如果不是有中心的人 好像也没有在这个当中 所以这个内容里面是他奉神的旨意 然后再来对象是要写给这个 基督耶稣里面的圣徒 而且这个圣徒是有中心的 所以你看到天主教的里面 都有很多的圣徒的像 那些都是怎样 中心服事的 才会有被把在那个地方的图案 有他们的图像在里面 这是那个天主教的过程 那我们基督教就没有在这样做 所以这个是在后来就说 我们都要有偶像的什么办法 所以后来就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基督教就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你看 保罗那生命也是这样子 就是要写给这些人 特别告诉他们一些事情 那他告诉他们什么东西 他说第一个他先祝福他们 你看 你还进去的 我们每次教会做礼拜晚的时候 都做一件事情 做礼拜结束最后都会做什么 祝福 这个就是为什么 所以后 为什么我们基督教到最后 神会请这个牧者来做祝福 其实都跟这些书信有关 就是要传统 传喜这样的一个信仰 所以他说愿恩惠 平安怎样 从我们的父神 跟基督教归于你们 所以就是你们的生命当中 你们要常常享受恩惠 享受平安 事实上我们生命当中 你会遇到很多的状况不对 你会遇到很多的难题 可是呢 神的平安仍然要永远存在 即使在患难当中 仍然有平安 所以这里很重要是想 恩惠还有平安 要满满的归给你 是父神的旨意给你们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怎样 他要我们怎样 称颂 所以早上 敬拜之音的同号 乐团里面 拜我们做敬拜 然后惠玲呢 他自己还写一首歌 来做敬拜 这些东西怎样 就是要送在歌颂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教会 每一次的聚集的内容层次 全部都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教育 然后再做这样的敬拜 这个我是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流程是这样的情况 那他在这里讲到说 我们要在这个基督里怎样 享受天上各样属于的福气 天上各样属于的福气 那天上各样属于的福气 我问一下 什么是天上各样属于的福气 天上 天上属于的福气是什么 是七个礼物吗 OK 我们来看看 圣经里面今天我们讲的主题 就在讲这一块 属于的福气 我只是用丰盛的恩典跟我们分享 但是其实就是天上属于的福气 那这里有第一个 我们来看看这个天上属于的福气 有哪一个 这都是经文里面的论预料 第一个他讲到说什么 他说神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怎样 拣选了我们 所以我们是怎样被拣选的 我们是被拣选的 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 毫无瑕疵 这是你的心意喔 他要我们成为圣洁 就是没有 就是圣洁是怎样 归神 神是圣洁的嘛 所以他要我们成为圣洁 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 他希望我们成为圣洁 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圣洁 所以我们神叫我们怎样 破破这个 罪要得到救赎 所以这个地方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因为神是圣洁的神 所以他要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有圣洁的 这第一个就是神解决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这个是第一个属于的什么福气 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来看 第二个部分他有讲到说 又因为爱我们 所以他就按着自己的主意 然后所喜悦的预定 预定喔 透过这个耶稣基督 让我们成为儿子的名分 你知道吗 过去以前的我 我常常都觉得 我要需要不断的读书 不断的读书 我都觉得我很害怕我自己的不如人 害怕不如人 很担忧 可是你知道吗 后来有一天喔 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就发现说 哎呦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是什么身份 最重要是什么身份 我们跟神关系 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的身份 这个身份喔 我觉得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宝贝的 基督徒的身份 你神儿女 是神的儿女的身份 这个身份我现在觉得 我都成长现在以基督的儿女 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 而觉得感到光荣 因为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女 所以神的儿女是怎样 就是完全是被 你如果你相信的这位神 祂是一个奇妙无比 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 是一个万有的神 什么都有 你依靠祂你还怕什么 而且祂是永活的神 祂不会离开你 对不对 我的妹妹会离开我 妈妈离开我 这些多人都离开我了 很亲的人 最亲的人都离开我了 可是呢 神不会离开你 这是最好的什么 神圣 这也是属于里面很大的福气 因为你是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有什么好处 神的儿女有什么好处 蛤 不会怕 对 因为有人爱你 对不对 你知道有人爱你 你就不孤单 你不是一个人 你是有一位爱你的神 丰丰富工给你爱你的神 给你信心 给你胖胖 给你力量 给你平安 给你喜的这样一位神 所以你跟祂的关系 是很亲的关系 是那个父女关系 是父子关系 所以那个权柄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祂接纳你 不管你做多坏 祂也是接纳你爱你 祂虽然不喜欢你这个罪 但是祂喜欢你这个人 这个生命祂喜欢 所以祂要我们跟祂亲近 回到那边去 所以这个儿女的生分很重要 那这个父子的关系 我跟你讲 整个人之间的关系越紧密 遇到问题遇到难 你越能够面对挑战 如果你跟祂关系不紧密 所以我就说 如果今天跟神关系不紧密 一个风浪来 你就怎样 歪歪的 对 因为你关系不清 所以要常常来去会 常常来去会 不断的聆听 不断的学习 然后不断的看正经 了解神的话语 不断知道说儿女的身份 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我现在都很喜乐 很喜乐是因为我觉得有这一位神 让我怎样 我所有一切 我所欠缺的 我所需要的 我所 我觉得神都公平 那以前过去我们看中的观 看中的价值 现在看中的价值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改变了 神改变了 因为我们的关系是父女关系 是父子关系 有亲啊 你先想看看 我能容悲 我能教你 就是荣耀 以我的神为荣耀 为光荣 对不对 如果今天养你的 爱你的 这位你的地上的父亲 如果他在地上有很好的什么 树林的这个生命的话 你也会说我爸爸很赞 有没有 我妈妈很赞 都有这种想法 那今天我们的神 比我们的爸爸妈妈 都还要赞好几倍 百倍 因为我们地上的爸爸妈妈是这样 是肉体会软弱的 他有一点会离开我们 他不是一个我们的神 他供应再供应再多给你 但是呢 他还是有一点会离开你 但是我们的神 是永远会离开你的 永远供应 永远付出的 因为为你舍己的 这样的爱 这样子 好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我们常常听到的 就是这个恩典 恩典是怎样 免费白白得来 白白勾力的 所以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惠 然后祂是主要叫我们 透过基督耶稣的宝血 为我们洗清我们的过犯 所以你的过犯 是可以得到赦免的 你知道吗 当你犯错的时候 能够被原谅 你会觉得 当你犯错的时候 你被原谅 你会觉得这样 感动 有没有 有很感动 我跟你讲 我很爱哭的人 只要有人原谅我 如果做错事 也要怕原谅我 我就会很想抱他 然后谢谢他 但是你看我们的神 在我们做很不OK的时候 祂愿意怎样 饶恕我们的过犯 祂愿意 然后呢 祂透过非常非常多的爱 祂就是专门为你 就是希望把你吸引回来到我们的面前 神的爱就是不断的主动找你 不是你去找他喔 我看到很多人信耶稣的经历都说 我觉得神的命当中在找我回来 他就觉得神在找你他 在找他 他是迷失的高原神 在寓座 然后再找他回来 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 他说他充充足足 要赏赐给人 因为那份爱 那我们跟他这个关系 不是得到一个救主的关系 那个罪可以得到色灵 那个过犯是可以被原谅的 因为我们说真的 我们不断在犯错 每天不断的犯 即使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还是不断的在犯错 会不会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做不到 好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们是神 所以常常我们没有办法像神一样 不可能 所以大家都有在犯错 这个是很正常的过程 但是我们尽量学习越来越好 我也是这样在学习 尤其是上位甩道理之后 我会更谨慎更敏感 你今天所做的是不是何神心 常常不都在提醒自己 常常对不对 好 你再看 好 那神给我们的恩典到底是什么 大家想看看 第一个我们刚刚有看到的就是这样 问我赎罪 第二个就是问我祝福 在刚刚讲的 恩惠有平安 对不对 一直在供应我们 所以你看 每次祝祷的时候是 从今始至到永远 从今始至到永远 所以表示怎样 这个恩惠跟平安是无穷无尽 一直给你 另外一个部分 你看祝祷的文明 他在讲什么 你日用的意思怎样 今天是赐给你 所以他怎样 但是供应不断的神 神丰富的恩典供应你的需要 我常常有感觉到 我却觉得说 神就供应 神就供应 每次不足的时候 神就供应 我觉得很特别 真的很特别 好 像昨天这两天 我出去 哇 我觉得大公 你太有了 穿搭 买这个送给你 穿搭这个送给你 我都觉得说 虽然买了很多些东西 然后就只要跟我分享 我就说这个送给你 那时候感觉就是 真的 我们家常常有很多恩典的 这些吃的东西 我就觉得说 哇 人家全道理是这么被照顾的 我都不知道 我就觉得说 真的是很大的什么 爱 很丰富的爱在围绕你 所以我觉得生命当中 真的是觉得说 很多人在照顾 很多人在照顾 真的你不欠缺了 就一点都不欠缺 超过你所权所想 好 再来 他说当我们遇到恶的时候 神要把我们救我们 脱离这个罪恶 你脱离把你脱离出来 让你不再最终生活 这个 然后也不叫我们遇见事态 这个是我们常常 祷告我们里面 我们常常期待我们要这样子 那神也透过很多机会 其实我们就是我们 我们也会遇见事态 那九神帮助我们 挪移 与神同情 然后挪移这个事态 你看 耶稣一天到晚都在接受事态 有没有 我们的耶稣一天到晚都在接受事态 很多人一直不真的怎样 要杀他 要置他于死罪 要把他定在十字架上 无法忍受他是一个 到初说他是犹太人的王 没办法忍受 所以他就是一直要想要攻击他 哎呀 这个神实在是 我们耶稣真的很受苦 说真的 无数的苦没有耶稣的 一滴滴 一滴滴都没有 你看保佛受苦比我多 耶稣受苦比我多 所以我们 我们的受苦都算小的 真的 所以当你受苦很多的时候 你就跟神说 说神啊 我受苦了 求你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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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能够胜过这个事态 让我胜过这个患难 我上次有讲过说 患难里面是什么 没事 有没有 这是我上次上礼拜讲过的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 透过这个患难也好 受苦也好 让你怎样 成为我们成长的动力 我们可以与神同行的动力 好 再来 耶 神给给我们恩典的是 神的国度要将 我们每一位人遵循神的旨意 然后活在 活出爱 我们才可以跟神这样 神的国度里面的人 这样的情况 那刚刚我讲到说 神愿意怎样 在我们站坐的时候 祂能愿意愿意我们 一次一次百分的原谅我们 这个是 你看 你要记不记得有个父女 然后他怎样有个先生 很多人都要逼他死罪 有没有 要把用石头打死他 然后呢 他就在地上怎样 耶稣在地上画字啊 就说 你谁没有罪 你就可以打死他 用石头打死他 结果怎样 大家都知道怎样 自己犯错 所以大家就默默的 平安房门那边去走 就这样离开了 所以你就是留下 只有他跟耶稣在那里 然后耶稣就跟那个父女说什么 我们碧鸿姐会讲耶 不错啊 他说 你虽然有犯罪 对不对 他也知道 但是他说我不定你的罪 我不定你的罪 我们从这个点头来看看我们自己 我不会对方别人定罪 你看你没有符合怎样 怎样怎样 怎样 你没有符合怎样 怎样 有没有 所以我们圣经都读来定别人的罪 所以你没有符的圣经来掉 有没有 常常我们是这样做 包括我在内 我都觉得偶尔我们会犯这种错 我是每次犯错 晚上说啊 上帝对不起 我刚刚说错话 那样子 我也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断的 因为我看到人 谁不符合我们心理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想念他几句 我们就开始定罪了 可是神都不是 耶稣也不是这样子 他说我不定你的罪 你不要再犯了 你看他多慈爱 你不要再犯了 那记得喔 不要再犯了 但是我还是 还是不是在犯 对不对 说好话不断来再说嘛 对不对 骄傲还是不断在骄傲 这也是骄傲 等一下只有被打 被打击 所以有受害一点 可是偶尔好的时候又开始了 很多时候我就是不断 不断就这样子一直来 好 所以期待我们每一个人 每次这样群洗 神给我们这种恩典 那不断的饶恕我了 叫我不要再犯 不要再犯了 好 那给我们这个儿女的身份 这是我们最要珍惜的 因为只要你是儿女的身份 你就全力 你就是一个很赞的阿爸 很赞的阿爸 他就是这样给他爱你 所以这很重要 那在这里他讲到说 神都是按照他自己的美意 欲验的 叫我知道他自己的奥秘 那这里在讲到这个奥秘 在讲什么 他是在讲到说 你们要跟外方们传福音 你跟外方传福音的时候 让这些人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然后让他们也成为神的后世 你的兄弟是他的后代 你都是他的后代 那全部的人 犹太人是神的后代 我们也是神的后代 如果今天没有保佛这样传福音的话 那请问我们可不可以得到福音 如果他没有向外方人传福音 我们就每个人 因为我们当时 我们就是外方人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那些人 我们要怎样邀请他们进来 这个神的家 让他们享受这个神的家里面 是有爱的地方 是有神在的地方 这很重要 因为这个教会要发挥这个功能 教会如果发挥 没有发挥这个功能 这个教会就不算是一个好的教会 不是属神的教会 是属邪淡 傻淡子的教会 那不对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享受爱的教会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个性特质不一样 但是就是要学习往上看 所以要成为一个 灵力合一的 所以我们允许每一个人不一样 那神会在不一样的过程当中 成就不一样的事 所以这一次你看我们华里堂要出去 那每一个人各种各种负责的人 人类有的同工 那你服事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过程一起 会唱歌的唱歌 然后会做游戏的做游戏 会做什么的 反正大家一起来办 然后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成长 就是要让我们爱在一起 所以神要我们每一个人 发挥不同的功能跟果效 你的恩赐就是用在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这样一起 然后也蒙受这个神的义许 神义许我们成为一个神的恩力 然后神义许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 得到永远的这个盼望 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义许 很重要 好 那这个神的义议里面 到底是什么 我自己想一些 除了刚刚那个奥秘 神要我们这样子来学习 这个负责之外 就是像那样传之一 那他们都能够成为神的恩力 这件事情之外 还有这些东西就是 神要我们这样 过丰盛的生命 祂说我来了 怎样 是要为你们这样 要叫你们这样 过丰丰富丰富丰的生命 这是在约翰神里面 他说的话 然后他说 叫我们在基督里 成为一个心上的人 所以喔 他说就是你过往 一切都变成新的人 所以你是一个新生命的人 你要不断在主里面 不断的怎样 重新的学习 重新的成为一个灵里面 被葬救 然后成为每天在更新你自己 所以我昨天 我今天要比昨天更好 你每天如果不断的 就是我今天要比昨天更好 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力 那今天要比昨天更好 是因为我跟神的关系更好 我今天就可以跟昨天更好 所以我们生命要不断的学习 昨天当我们有个83岁的老名人 他也去了妇女团境 83岁了 我下一刻 我想说这应该是送给你团境 他竟然是83岁 乘家这个妇女团境 在这样83岁里面 他就讲了一句话 我说你 我给他们一个题目说 在这个人精神道路里面 你觉得神创造有什么样的 意义的价值 他说一句话 他说我一定成为别人的代表者 你看83岁 他说我只要有空 我就是为教会的谁谁谁祷告 为我的苏纳祷告 为我的儿女祷告 哎呀83岁了 你看他能够有怎样 遇你百伤的心 所以他的生命每天都在 都在怎样跟神接近 这很美的生命 我看到我很感动 所以我这两天我很好地学习 留在他们身上 看到很多的学习 好 那神也要我们怎样 活在神的爱里面 走出神的旨意的道路 神要我们活出祂的道路 那个爱是在那地方长血 是不是这样的关系 再来就是神要我们合一的礼 合一的礼 这个我们讲了好几次了 我就不再说了 好 那神说要照所安排 我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归义 其实就在讲说 我们要属于神的礼 就是要合一的礼 然后在日期的地方 就是不管是外方或里面的人 都是要成为合一 那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 我要做一个总结 我们先看这个东西 我要看快一点 那这个是一个总结 让大家比较一下 如果我们这样追求 我刚刚现在讲 刚刚是说 地上属于福气 可是我地上属于福气 我们大概要追求的是这些 家庭 朋友 拥有这些地位 尊柔 健康 长寿 聪明 才干 财富 这些大部分我们在追求这些东西 可是你看 属神的 天上的 属于的福气 是另外这一边的 是我刚刚讲的那一块 所以地上的 通常我们在追求地上的福气的 一般大部分 它是追求这一块 最快 那这样追求里面有什么不好 只是说只是只有这一块 这都是短暂的 这些都是短暂的 可是你追求这一边是怎样 是永恒的 你的生命会不一样 你的价值会不一样 你的眼睛看到的东西 属于眼睛看到的东西 你会不一样 价值观的改变 你不再看被这个东西所挟制 真的 不会被这边的东西所挟制 你知道吗 我这次去他们参加这个 有几个部长 干部 干部同工 其实他们都会说 我很寒的 我都不想 你都这样说 我很寒的 我都不想 哎呀 很寒的很寒的 他都有算是鬼钉 然后火钉 这边钉 这边钉 我都说 我常常都觉得 恩赐很多都不用 那等于是没恩赐 你先不相信 好 但是恩赐 也许没有很多 但是常常使用 被神使用 那你觉得 那你觉得 那些人比较厉害 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就跟他们讲说 其实我看到他们的服侍 的确他们在世上的眼光 他们不是优秀的 的确是这样 可是你知道吗 我看到他们的服侍的心 我就受感慨 我就被激励 他们尽忠 爱主 服侍神 热情 然后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 我看到那个就是生命的爱 他就是展现 神要他活出的 爱的样式 他就是做出来了 那个就是对了 你知道吗 那生命就对了 要不然你看 什么都很厉害 结果都不会做这些事 都不会爱人 都不会帮助别人 都不会伸出你的手 都不会 那觉得呢 谁比较是属于神看重的 所以我觉得说 我每次在他们身上 我都觉得 我很大的这个反省 就一直在不断的反省 说哇 这些人你看 他们的心摆上 摆上 就不一样 所以我期待 我每个人也是一样 你的生命有没有重生 非常重要 好 这个是有恒 所以期待我们是 追求这个属于恒的生命 非常重要 好 那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就是我 我昨天的状况 我跟大家分享 这个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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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这个人是谁 我昨天才知道 这个人是谁 他竟然是 以前我们 张继 可能最终就知道 陈美玲 陈美玲 你知道吧 这是陈美玲的 魅影 叫陈美玲 他魅影是在我们张继思 我们四大女心肝 我们就是在医院里面 算是呼呼唤唤语的人物 那这就是他的魅影 哇 他也是呼呼唤唤语 我觉得昨天去的时候 哇 他就带大家 然后飘去去店家好了 就跟店家人直接传福音 直接传福音 他就在那地方 所有的人身上 就说你要来信耶稣 信耶稣很好 什么之类的 他是很勇敢 人家是在卖东西给我们 然后再跟他传福音 你看人家就是有这本字 然后他就在分享他的生命 这样子 大家笑歪了 是这个地方笑歪了吗 好 我们再看看 那这个我们学爱河 因为晚上时间 休息时间 晚上刚才有空档 然后我们就出去那个爱河 那这些都是我们教会的 父女团契的人 前面这一个是谁 龙珠 龙珠奇 你知道吗 他先生过世才不到两个月 然后他就说 我不要在家 因为在家每天都在想老公 好孤单 然后呢 忧疑症会出来 他很担心他可能忧疑症 他说我一定要跟你出去 我要等一下 让大家跟我在一起 会快乐一点 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拿着自拍棒 然后跟我们说 你看这个都要拍的 全部的我等一下看了 很多都是要拍的 对 你看就这样过程 那个是在享受在爱里面 我觉得那个过程里面的享受 这是去教会 教会就是给肢体 然后大家彼此相爱 他说 从来没有说 父女团契出去 是这样的完整 那我这个人我也受不了说 我们出去就是这样子 他就出去走这样 美人 我不是为 希望制造那个氛围 那个爱的氛围 制造那个幸福的氛围 制造那个快乐的氛围 所以就拍照的时候 就大家非常的享受在其中 所以你看不同的过程 我就是要你看这个过程当中 做一些什么 所以大家是非常的享受在那个 爱和之夜 爱和之夜 我就说 他们都变了 他们本来不是这种特质 然后到那个地方就变了 变了一个样 已经变成这样子 你看玉慧姐会做这种事 不太可能这样子 你看这个素食姐会这样吗 那个谁美满会这样吗 都不会 这些人都是 就是那一天里面突然间就破开来了 就是突然间破出去的这样子 也不一样 你看 连这个后面的 有一个右边这个地方 有个美眉 有没有 不是这个美眉 他也叫美眉 而这人 我跟你讲 完全都没有表情的 他那一天进来可以笑 要不然他每次照相都不太可以笑 感人感笑 这真的也是非常的特别 我用这个来做新书 这个叫什么 就是希望说我们真的是神 封封封封面 让我们爱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你期待我们花园堂的礼花礼拜 而且也可以是像这样 大家相亲相爱在一起 所以我告诉你 大家都要报名参加 有40个位置 就请让我们一个人都来报名参加 好像今天就可以开始 今天就可以开始上网报名 要去哪里 要去哪里 要去迪巴恩 在南投 那个叫什么 双隆瀑布 要去双隆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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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的地方 那我们大家住在一起 所以 费用补补不太多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两天一夜 通常是三四千人 我们两天一夜才多少 一千五 你看 才一千五而已 我们第一天不是下午才不到了吗 那还有半天而已 没有 因为早上我们抱在那边去 然后在那边 我们大概中午的时间要出去 等一下国中可以请 对 等一下可以请他报告 没关系 就是等下报告 好 没关系 我们今天就聚在到这边 那我们来唱《回忆师》 回忆师这首歌 是新圣诗里面的一首歌 那这首歌 以前过去从来没有唱过 那这首歌我非常喜欢 而且他节奏也非常的轻快 那希望我们来唱这首歌 让你们觉得 诶 都学着新歌 那请我们一起 来享受这首歌 在基督里面 二点里面是我们相聚成为的一体 那也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主题 好 我们一起 祝拜祷 我们一起 祝拜祝 我们一起 祝拜祝 我们一起 祝拜祝 赶紧平和你 赶紧不敌 在基督里 成为与你 祝拜祝 祝拜祝 下落的爱 祝你我生意 别说我迷信 这一座儿女 祝你和你 祝你万别 祝我们下去和你 爱情祝你 成为你一名 祝你万别 祝我们下去和你 爱情祝你 成为你一名 祝你祝你万别 祝你万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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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祝你万别 祝你万别 祝你万别 好 私立要祷告 好 天后我们多大的感恩 谢谢你用恩典来带我们 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让我们灵里面得着自由 得着施放 得着色别 谢谢你这样爱了我们 那我们希望我们生命里面也因为有你 让我们生命可以得到爱 而得到生命的变化跟更新 在爱里面创造很多的奇迹 在爱里面能够活出神与要活出的样式 让我们跟人之间的相处 让我们真的是用爱彼此来对待对方 然后让我们的灵里面真的是合一成为一体 我们为我们所有人真的是愿意这样来做 愿意这样来洗 这样祷告 都是奉告随时的彼此 阿们 接下来我们来今天听我们的金句朗读 等一下谭语请正恩师 来 欢迎我们先一起来 一开始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耕耗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遭他丰富的恨典 来 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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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像他 一开始 甘兵 我們對醫的悔 緊張社會 下臉嘴看 教醫的運電的補充 教醫的運電的補充 不然是那兩支藍色的 因為有收到關係 所以可以幫朋友 我們馬上給你 祈禱 在祈禱 我們有補充 通過祈祷的祈禱 祈禱的祈禱 在祈禱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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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的祈禱 謝謝 我們現在來回音神的愛 祈禱